你們自己搜尋一下 那比較特別的就是說裡面 其實也有一些其他人的分享 比如說如何利用VBA寫 那個也是有的這個樞紐分析 Private Table 但是其實我有一次偶然 就這樣逛逛 其實我習慣會查一下 看一下最新的相關訊息 結果打開來之後的話 我發現這裡面有一個敘述 他說如何做 我已經滿認真看的 再往下看有沒有 他說他的研究很久 因為他說他工作上 他不是非資工的 然後也不是資訊的背景 但是卻想要學習VBA 那為什麼呢 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我發現 其實大部分要學的 其實都跟你 到了職場上之後才發現 哇 原來你要早下班 原來是真的需要多寫一點程式 然後後來我就很認真看看 他說要提升工作效率 然後他說對於剛出社會的新鮮人 他說要上這個課的話 費用都很貴 OK 因此剛開始 他就先從錄製聚集開始 其實跟你們現在一樣 然後搭配一些VBA的書籍 我覺得他滿認真的 開始研究 另外在YouTube上看到 好心人的教學課程 後面我就看到關鍵字了 我認了一下台灣的吳老師 台灣是吳老師要滿多的 莫非是我嗎 OK 他底下再仔細看 到了工作兩年後 自己累積了積蓄 他有錢了 就報名 東吳推廣部的吳老師 好像我也在那邊上這個課 所以上面的指的應該是我才對 OK 所以滿訝異的 不過他說除了吳老師之外 還有阿拉伯人跟印度人 其實他這個寫 好像頓號有點不太對 應該是逗點吧 頓號感覺好像是同一類的東西 變成我跟阿拉伯人跟印度人 是同一類的 好像有點怪怪的 OK 好啦 反正只是說 OK 所以剛好目前來看 好像真的有分享這部分東西 實在是需求很大 但是沒有人分享 這其實是還滿妙的一點 OK 那其實為什麼沒有人分享 我在想說 真的也沒有人那麼有恆心 那麼有毅力把一個問題解決 那其實你說老師你為什麼知道 我大概試了一百次 終於試出來了 所以我只是告訴你答案 我大概花了 大概不到十秒鐘就把答案告訴你們了 十秒鐘其實背後可能我花了不知道 很久很久的時間 終於釋出來的答案 所以你看我那個寫出來的程式 其實都是我花非常多的時間寫出來的 但是我可能花了沒有很長的時間告訴你們 OK 所以盡可能讓你們少走冤枉路 所以這個當然滿有趣的 我剛好搜尋這個關鍵字 我發現奇怪 怎麼剛剛有這個分享 好 那我們回到剛剛的那個部分 來看一下 那剛剛的部分這個做出來之後 不過特別注意 有幾個可能要特別小心的 第一個 就是你的這個名稱 我是叫資料 所以你盡可能叫這個名稱 不然的話之後你假設要用我雲端上面的程式 一定會發生錯誤 錯誤的原因主要是在哪裡 就是這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叫做sourced data 這個所謂的sourced data 就是說你的資料來源 這邊可能慢慢盡量要看懂這個敘述 它叫資料驚探號 所以你以後看到資料驚探號 前面就是工作表名稱 後面的話就是它的資料範圍 OK 資料範圍叫r1c1 r1c1 那我跟各位講過 r就是列 c就是藍 可是你講說 老師這個看起來實在是非常難懂 我可不可以改成一個 我比較能夠看得懂的 其實我個人也可能會改 但是你改不改都無所謂 可是要怎麼改成一個 比較看得懂的一個敘述方式 其實教各位一個方法 我的個人習慣是用VBA寫 可是這個寫我覺得也不見得比較簡單 但是這個也許跟各位講一下 你可以用一個物件叫shits 刮符有沒有 那刮符裡面的話就是給什麼 給你的工作表名稱 那個名稱叫資料 這樣的話意思是我的工作表名稱 後面加一個點rn 點什麼 點範圍的話用叫做rn rnge物件 有沒有然後呢給一個範圍 範圍的話就是a1 冒號應該是h多少 我記得好像是什麼 3659吧是不是 然後這個範圍 OK 好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剛剛的敘述 假如你覺得看起來真的不太習慣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用VBA的物件形式撰寫 這樣也是可以過的 只是說好像也沒有比較簡單 有沒有 原來的寫法是這個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雲端白板 原來寫法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 然後 可以改寫成 原來我把它放在這上面好了 貼到感觸V貼上 原來寫法是這樣子 那可以改成shitz 有沒有 也就是用shitz來代替這一個 然後點rnge的話呢 來代替這一個 3659 OK 這樣的話你可能會看得 比較能夠理解吧 其實好像還有其他的寫法 不過理論上 我會 不過這個改不改 就看個人習慣 好 那這樣的話 第一個我們就完成 最後記得就是 修改它的工作表名稱的話 叫ActiveShit.Name 然後給這個 歷年切到折線圖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有這個表之後的話 我們就要錄製那個圖的部分 那圖的部分的話接下來就是 如果我要 那你可以彩排一下 錄製聚集前先彩排 還記得吧 先游標放在樞紐分析表裡面 然後點擊那個樞紐分析表 分析裡面的樞紐分析表 然後按一下那個折線圖裡面的這一個 然後並且按確定 好它就出現了 那跟各位講 你先 我是希望說最後的位置呢 可以放在第二儲存格這個地方 也就把這個移到這邊來 然後它的寬度可能大概就是 D欄到M啦 M大概十個吧 十個欄的寬度 那高的話也許就是十五列的高 十五列大概就是到十六 因為這邊空一列嘛 所以到十六 大概就這麼大 這麼寬 然後位置放在那邊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假設你要錄製像這樣的聚齊的話 你要怎麼去移動它 不過我跟各位講 你錄製聚齊的時候不建議你用移動的 也不建議你去拉它 我建議你之後自己來加這個程式 會比較簡單 所以待會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要做出錄製聚齊的話 你先大概知道一下 這個加上這個樞紐 有沒有 這邊樞紐 然後呢 最後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這個名稱也許我想要把它叫做 歷年切到折線圖 並且把這個圖也拿掉 Delete掉 OK 大概知道動作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錄製了 我錄製一遍給各位看一下 接下來喔 一樣 開發人員樞紐分析 錄製喔 OK 那名稱的話呢 我叫做 樞紐圖好了 這樣比較簡單一點 樞紐圖 樞紐分析圖的簡稱 樞紐圖 好 那輸入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喔 就不能NG了 把它按確立 好 OK 把它蓋過去好了 所以接下來 我要點擊這邊 然後樞紐分析圖 第一個step 折線圖 第二個的話 折線圖裡面呢 把它改成這個 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按確定 那記得喔 位置不要移動 寬跟高也不要移 因為我建議 自己補程式上去比較簡單 那你只需要再修改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的話 也許叫什麼 歷年竊到折線圖 也許自己打上 嗯 年 黏 那最後我習慣是把這個框框點一下 然後設定它的顏色也許紅色吧 然後字大小也許20好了 然後加粗體字 OK 好 最後的話 把這個圖例有沒有 這個叫圖例點一下 再把它刪掉 delete OK 好 那我們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 你把它刪除重來 亂亂 不對 我剛剛N軀了 為什麼 因為剛剛沒有停止錄次 好 忘了停 所以好像多做了幾個動作 好 那怎麼辦 要不要NG重來 其實如果 假如你可以找到 你多做了那些程式的位置的話 其實不用重錄 你把它刪掉就好 我看一下 具體看一下剛剛那個樞紐圖 編輯一下 OK 樞紐圖 我習慣是先把這上面的註解拿掉 那你可以看到 最後刪掉應該是這兩行 所以其實這個多餘的 如果我不重錄製的話 其實就是把這兩行刪掉 應該就可以了 好啦 假設這樣好了 拖籃一下 那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我現在 重新再執行這個樞紐圖 它會不會幫我畫在它旁邊這邊 執行一下 有了耶 有沒有 把它點一下 delete掉 再跑一次 OK執行 有了 OK 那 最後有一個地方 可能不進完善 哪個地方 我剛剛提過 就是第一個 我希望它的位置 能夠幫我移到這個位置 哪個位置 第二儲存格的左上角 就是把這個點有沒有 移到這個位置 所以我是建議你不要用錄製的 因為錄製的話 程式會跑非常多 所以最後 如果你不用錄製 那可是你說 老師那我要怎麼修改 讓它可以放在我想放的位置上呢 其實後來我 習慣是這樣 因為這邊 第一個是 add chart2 顧名思義 在這個工作表裡面 增加一個sharp的一個物件 這個sharp物件其實是圖形 你必須 有點像一個畫布啦 你要增加圖之前 你必須要有一個sharp物件 那後面有個方法叫add chart 而且版本是第二喔 那我怎麼知道說add chart2 它後面是不是可以 除了可以知道加圖 我可以放哪個位置 跟寬跟高 於是我就按 優標放add chart2上 按F1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當你按F1之後的話 它會告訴你一些 這個add chart2的方法 它裡面可不可以加一些其他的參數 那你可以看到 它add chart2刮鬍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 第一個參數是style 看一下 所以它剛剛給的程式有沒有 欸的chart2後面加什麼 欸 這個是style 那這個是xlineMarkus 這個是什麼 欸這個是 叫什麼啦 叫 所以喔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對應的關係喔 這個就是它的 332就是它的style 這個就是它的什麼 叫做chartype 所以這個應該是圖的樣式 可是後面其實還多了幾個參數 有沒有發現 其實它還可以再加第三個參數是什麼 lapt lapt是水平坐標 第四個呢 是它的tup tup是垂直坐標 第五個是它的width width是它的寬度 第六個是它的high 欸它的高度 所以呢 後來我查了一下 欸那我不要錄啊 我自己寫上去就好了嘛 於是乎我就試試看喔 我希望呢 它這個圖的位置喔 假如說希望它放在哪裡呢 所以這個大概知道 有一個 所以你rf1可以查到 所以最後的話呢 我在這個地方喔 再加上一些敘述 痘點 欸第三個 lapt 欸如果我今天希望喔 把這個圖方我搬到d2這個位置 所以我的敘述跟它講說喔 先打一個range d2好了 也就是說先給它儲存格的位置 d2儲存格 後面加個點有沒有 那我希望放在哪裡呢 放在那個d2儲存格左邊那一條線 所以呢 在d2儲存格裡面有個屬性叫lapt 所以喔 欸這個就移到它左邊這一條線 那痘點 top top是上面這一條線 所以呢 你再加一個range d2 點什麼呢 點top ok 那這樣的話呢 意思是說 我要把這個圖放在d2的這個點上喔 ok 有沒有加這兩個敘述 那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這個圖先把它delete掉 我再重跑一下 因為我只有加這個喔 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它就乖乖的幫我怎麼樣 放到這裡來了 有沒有看到 實際上我只有加這個 range d2.led d2.range d2.tub ok 所以喔 同樣的方式喔 假如你要把圖放在哪一個 哪一個出生格的那個點上面的話 你就這樣敘述 好 那可是最後呢 還有兩個 就是說 我希望呢 它的寬跟它的高 欸 寬度 現在好像太窄了 我希望讓它寬一點點 大概拉到m版這裡 m的話好像我算過了 大概是 1 2 3 4 5 6 7 8 9 剛好第10 那高的話呢 我希望從第二列一直到第16列 第16列到這裡 所以喔 有點像這樣把它拉大一點點 OK 欸 那寬跟高怎麼設定喔 其實一樣的道理啦 我們其實可以在這個程式的背後有沒有 錄完了程式之後有沒有 在哪裡 在這裡 不過程度有點長喔 這個地方加兩喔 然後斗點 寬度的話呢 其實也是可以用range d2啦 反正這個儲存個每個掌都一樣寬嘛 所以我就range d2的寬度 裡面有個屬性叫點wis 所以呢 你就先斗點 斗點 然後range d2 然後range d2 點 根據那個這個儲存格的寬度 所以你找一下wis 點wis 這邊又出現啦 也就是說呢 我要跟這個儲存一樣寬 可是不對啊 太窄了吧 後面乘以10就好了 乘以10的話意思說 我要跟這個儲存格的10倍寬 所以你給它一個10倍 豆點 多高啊 跟那個列一樣 等於乘上15就對了 所以我們一樣可以在這邊加一個 range d2有沒有 點 後面加一個height height的話就它的高度 然後呢 後面加上乘上乘上乘上15就可以了 ok 好 基本上要完工了 應該可以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ok 所以這個是座標 這兩個 然後這個是它的寬度 這個是它的高度 ok 好 那最後呢 我們把結果試試看好了 執行一下 看看會不會是我們要的結果 欸 等下 等一下 select 這個執行 我把它delete掉一下 再試一下 理論上應該這樣run一下 應該就ok了 它出現什麼 沒有圖力 所以它這個 因為我錄製的時候 那個錄製的當下是有圖力的 可是呢 當你現在的狀態是沒有圖力 它會出現說 你目前沒有圖力啦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圖裡面有沒有圖力 沒有嘛 所以這兩行 也許你可以先把它 把它先 先註解掉好了 我建議是前面加單引號 等一下我們再檢討 這個地方如果發生這個錯誤怎麼辦 我們先 先把它單引號掉 ok 好 那這樣應該可以過了 這兩行 好 那你會發現 它的寬呢 剛好就是十欄寬 列高的話呢 剛好就十五列高 有沒有 這邊看一下 第到第十六 欸 沒錯 有沒有 所以喔 如果你將來呢 希望說呢 可以做一個這個樞紐圖 它的座標跟大小 符合你要的話 其實我比較建議啦 你錄製的時候 不需要去管這個部分 你最後再來加 我覺得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不然的話 之前有同學是自己在那邊調 調完之後 哇 你會發現執行 它每一次位置都不一樣 因為它是追蹤你那個 滑鼠的位置 所以滑鼠位置有時候會變動 那當然相對你很難去 抓到對的位置 所以喔 我們後面其實是 多增加四個參數啦 ok 那這個參數 如果你來不及記的話 我發現雲端上其實也有 你們可以看一下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16頁的地方 ok 其實就是這個啦 那這個怎麼來的 實際上我是按那個F1 得到跟我講說 它其實後面是可以做這個相關的設定 試一下喔 雲端上